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堂課啦 我們今天的練習題 做得出來幾乎不太可能啦 沒有關係啦 不是不是今天故意的啦 今天我會教一些比較神奇的功能 主要其實就是 主要其實就是告訴你們說 其實他不是你們 我們前面三節課教網頁的時候 都教得非常簡單嘛 那你都會覺得 哇靠那些神奇的網頁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 就是你平常在上網那些網頁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 事實上還真的寫出來 只是需要更多練習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會看更多例子 好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來首先 第一個是我們已經學會了一狗票的元件 可以跟使用者的互動性 什麼就是假如說 那個sliderbar就是可以拉這個bar 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 這個 呃就是可以輸入數字啊可以輸入文字啊 對不對 甚至還有action button啊對不對 好現在我們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啊 給使用者一張圖 然後讓使用者在圖上面做一些 跟我互動 答案是可以的我們先複製貼上好不好 就是基本上我們的東西就是先複製貼上 好複製貼上就是到那個UI 好UI 然後server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慢run 好來 現在啊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UI端這裡 這裡長成什麼樣子 這UI端這裡有個叫plot1的對不對 這個plot1顯然就是這張圖對吧 然後 下面有四個 這個就是R的 直接把R的東西 release出來的東西對不對 好這邊很特別的是 這個plotoutput啊 平常他結束就結束了嘛對不對 他這邊出現了四個 額外的我們看不懂的參數 click、doubleclick、hover跟brush 那這四個是什麼勒 就是等於說有四個事件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喔來 我現在 鼠标移到這個圖上面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正方形 我這樣點一下 我單 在我移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plot hover那邊 它是不是出現了 我的鼠標的座標 看到了嗎 看到了嗎可以吧 然後我接著我單擊一下 我單擊一下這個 plot click它就鎖定了我剛剛點擊的位置 那如果我雙擊呢 我雙擊了就 double click這裡就出來了 那如果我再單擊一下 這個就被我洗掉了 然後注意喔 我現在按住然後我拉一個框 這是不是 brother這裡就可以出現 我的這個框是xmin xmax ymin ymax各是多少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 其實我們是可以跟我們的圖做互動了對不對 有沒有有點像 玩遊戲那種感覺啦 就是你可以設計一個遊戲畫面 然後它可以在上面 點一下 可能就是有點到 就是有 就是有射擊射到 類似這樣 因為我知道它的作標嘛 對不對 那我只要知道我的目標物件 到底什麼算 射到 那這樣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有沒有有點好玩的感覺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弄出來好了 當我有個叫plot1的東西出來之後 這跟我們data table很像喔 就是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data table之後 那個data table假的叫x1 那x1底線select rows 是不是就是 我選到哪幾個 raw 你想 我忘記了喔 忘記沒關係 我們就從plot開始看吧 這個plot1啊 你在server端這裡 主要第一個就是 我先output一個plot1 這個是randomplot 這個很easy嘛 對不對 這個很標準 重點是在這裡 output clickinfo 這個clickinfo在這裡 clickinfo 這個clickinfo一定是randomprinter 這個要跟前面一對一嘛 對不對 他print什麼東西出來咧 他printinput裡面的plot click 這個plot click 這個plot click就在這裡 plot click plot double click plot hover plot hover 這樣知道嗎 我要把這四個物件 把它弄出來 這四個物件啊 就是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 就是 我的鼠標跟我的這個 圖像的互動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 這四個 這四個事件 去設計我們圖的一些程序喔 好不好 這樣懂了吧 要不要先試一下 先跟你們試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第二個範例啊 剛剛第一個範例已經看完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範例一樣 再把UI跟server貼過來 好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關掉然後看一下效果 好現在總共有三張圖對不對 好來比較特別來看我第一張 我在做什麼 我現在拉框的時候 欸他是不是 他這張圖是顯示我拉框的區域喔 有沒有注意到 欸有沒有很厲害的感覺 右邊這張圖是顯示我拉框的區域喔 這樣可以吧 我把它點掉就還原了 好 左邊這張圖更厲害囉 我現在拉框是不是沒什麼反應 我在框裡面點兩下 欸他就放大了欸 再拉框 我就只想看這裡 再點兩下 欸他是不是又放大了 然後點一下 我直接點兩下就還原了 他怎麼知道不把那些圈圈放大 什麼叫不把那些 喔 不把圈圈放大這件事情不難阿 好不好 因為 不把圈圈放大這件事情 因為每一次畫圖都重新畫 只是說 只是說 欸為什麼我們 欸你現在已經記住我們 三張圖的用法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UI怎麼做的好不好 我們APP裡面怎麼做的 這個就很有創意了吧 對不對 應該說 按照我們以前教過的東西 你應該想像不到可以做出這件事情阿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這個是plot1 plot2 plot3 這個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plot1裡面有個plot1的brush plot3 有double click跟brush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server端這裡 來首先 plot1 直接把它畫出來 這個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plot1沒有什麼任何動作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有什麼東西咧 這裡有一個東西叫reactive values 這個東西在最開始的時候 裡面有兩個數值 一個是x是 x沒有 y也沒有 對不對 然後它被放在一個叫ranges1 這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新教的對不對 這個沒有教過 這個沒有教過 這個東西是什麼咧 就是假設我想要在server端 暫存一些東西 暫存一些東西 然後希望它會變動 那你就可以用reactive values這個 它的initial的value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initial value也可以是一些數字啊 好不好 這個可以 好來接著 observer 這個就是觀察什麼事情嘛對不對 如果發生什麼就要做什麼 來 如果發生什麼咧 如果 input plot1brush 這個就是如果發生了這件事情 它就會做一些反應對不對 然後 然後它出來的東西等於brush1 那brush1裡面的xmin xmax ymin ymax 是不是就是分別就是那個 框柱的坐標 就是 這個 x的 x的坐標跟y坐標嘛對不對 我們把 x的坐標跟y坐標把它放進range1的x ymin跟ymax放進range1的y 所以range1這裡x跟y是不是就被取代了 那如果呢 如果 沒有brush就是沒有brush的話 那 它就被還人成n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當有brush的時候 這個range1的x跟y就是這些數字 當沒有的時候它就是n 這樣可以吧 看得懂這裡的意思嗎 語法不懂沒關係 邏輯懂嘛 對不對 好 繼續往下 那 有趣的是 那plus2 它的xlimiter xlimiter 就是我要畫哪裡到哪裡 它其實就是range1的x跟range1的y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這樣就是因為range1的x 它跟這個brush是互動的嘛 對不對 這brush沒有的時候它就是什麼都不要限制 它如果有的時候就限制brush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才會產生這個效果啊 現在我沒有brush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不是沒有限制 當我有brush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做了一個限制 就只繡出這個圖 這樣懂了吧 這樣有覺得 有覺得 其實邏輯這樣弄懂了之後 在這個部分其實是不難的 可以嗎 這個邏輯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那我們繼續往下 那第二張圖當然就比較難啊 那我們再給個range2好不好 range2一樣 x跟y 先從空的開始 這個跟剛剛前面一模一樣 好 那注意喔 part3 它直接等於range2的x跟range2的y 這跟part1不太一樣嘛 我直接就 直接就說我就是要這個了 對不對 我就是要這個range2了 好 那比較 那現在那怎麼辦呢 我這邊講一下 如果我現在拉框了 一拉它馬上就跑過去 那這個座標是不是就跑掉了 所以我一定要設計個事件 讓它知道說 我這個 我現在要鎖定這個座標 然後它不能動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假設我現在雙擊兩下 這個框是不是就不見了 這個框不見的那一瞬間 它的xmin ymin 那個xmax ymax是不是就消失了 那一消失它是不是圖又還人回去了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設計個事件 那個事件就是double click 讓它去鎖定那個座標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咧 好 所以我們的observer 就不可以是單純observer 是observer event 只有在出現double click的時候 這有點像action button對不對 只有在出現什麼的時候我才做事 當點擊double click的瞬間 我去 catch 這個 這個 就是 plotor3的brush 是什麼東西 然後如果它什麼都沒 如果它有的話 有框的話 我就把 x跟y 把它取代成xmin xmax ymin ymax 如果它沒有框的時候 我點擊double click 我就還原 所以才會有這個效果 來 我現在沒有拉框 我直接雙點 它就還原了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我有拉框 雙擊 它就繼承 再拉框 再雙擊它就繼承 沒有拉框 雙擊 直接還原 這樣懂了嗎 所以這樣有理解這裡的 這裡的邏輯了嗎 好 沒關係 一樣啦 就是看不懂沒有關係 就是 就是你覺得你沒有辦法 一行行寫出來沒有關係 你只要知道 如果需要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要在哪裡貼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設計成自己想要的格式 好 那我們來看喔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的事情 就很神奇了 這個 我不知道 你們 就是 下學期會不會想上人工智慧的課 假設你們想上的話 到時候你們會發現 我如果要 教人工智慧的話 那就是要有個人去教啊 有個人去教 我總不能用程式碼教他吧 這樣子誰會 誰會教啊 會教的人就很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個系統 讓使用者 可以透過一個介面 去教這個 去教這個 就是 教這個 電腦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在這裡下載一下範例檔案 好 這個範例檔案啊 這個範例檔案 你可能會 呃 等一下你就 你就把它讀進來 這樣子 好 這個範例檔案 這個範例檔案 就 就我來 我把它讀進來好了 我這邊 我這邊先匯出一張圖就好了 好 來 這個範例檔案 我現在 我現在開個新的語法 我把它讀進來喔 好 這個範例檔案是什麼呢 這範例檔案代表 某一張image 他有 他有什麼框 他有一個person 第一張image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人 這裡是不是有一隻手 所以這裡總共有兩個人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這兩個人他分別在哪裡咧 他分別在從 他的colum colum就是x軸嘛 對不對 他的左邊到右邊 這個是用百分之百來算的 是0到百分之百 他是介於哪裡 他的左右是介於哪裡到哪裡 上下是介於哪裡到哪裡 這樣可以嗎 左右介於哪裡到哪裡 上下介於哪裡到哪裡 如果我們想要驗證這東西 準不準的話 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 來 這個showimage這個函數 你不用管 他這個函數怎麼寫的 這是我寫的一個函數 就是我可以把 你給我一張image 然後你再給我boxinfo 我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樣可以嗎 這個不用管 這個你就直接貼上就好了 這個函數是我寫的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showimage這個函數喔 好 我們現在就把第二張圖給讀進來 然後第二張圖他的imageID就是2嘛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欸 跑掉了 來再重整一下 看到了嗎 是不是有三個person 好 那我們現在把第三張圖把它讀進來好不好 欸 這裡有個person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現在知道啊 這個是人家已經 那個excel檔 那個csv檔是 人家已經拉好框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一下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覺得 你要怎麼打程式碼去抓到這些東西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是設計一個app 讓他在圖下面拉框 拉完框之後也許用什麼double click 把這個information送出去 把他記錄到檔案裡面 那這樣子我才會知道說哪裡有個什麼嘛 狂當然是用app拉的 狂當然是用app拉的啊 你覺得狂有可能打程式碼 我去釋出這種數字嗎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 你現在要做一個練習題啦 這個練習題啊 就是 欸 這個練習題我們這樣好了啦 我也不期待你們做出來好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你們就直接複製答案了好不好 你們就直接複製答案 感受一下它的效果 然後大概了解一下 五分鐘之後我一行行講 那怎麼做出來的好不好 可以嗎 後面有答案啦 後面有答案 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這練習題真的有點難啦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標誌系統它的答案 然後我們從答案來解構 好 呃 UI 然後 server嘛 對不對 語法有點長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它的效果 它效果就是 upload your jpeg image 對不對 我們就 upload一張去看看 好 然後接著 要做什麼咧 來 首先看到人就把它拉起來 然後對著這個框連點兩下 它是不是這個 它是不是這個框就出來了 這樣懂 這樣懂意思嗎 那如果 我現在 對著這個 對著這裡 這隻手連點兩下 它是不是第二個框就出來了 好 那假設我第三個 這邊有一個框 這個框拉錯了嘛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點擊這一個 按下 delete select box 就不見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 然後如果 假設我現在這張圖 我已經標註完了 對不對 我想要把這個標註的information 拿下來怎麼辦呢 這邊是不是有個download file 欸 是不是 就拿一張圖 然後它 column 的column button 那些通通都有了 這個 看起來行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怎麼做出來 好不好 首先 這整個 APP的流程 最開始 我們先看UI端好不好 顯然就是 丟個file上來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咧 這裡需要有個radio button 給你選 那個person對不對 這個還好 然後這裡有個download button 這個都不難啦 這個 這三個 東西你們都設計的上去 對不對 接下來有個plot plot需要兩個事件 一個是double click 一個是brush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還有deleter 這個action button 是deleter 等一下我選了某個東西 之後才能夠deleter 然後這個table 就是那個datatable 讓我可以highlight 某一個框 然後把它deleter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server端 那server端顯然就很難了 對不對 首先 showimage這個函數 我們不看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這個函數就是剛剛那個函數 這樣可以嗎 好 來接著 進去裡面 image等reactive 現在 在這個APP裡面 我們什麼之前 學到的東西都用到了 來reactive 把那個檔案先讀進來 然後暫存起來 對不對 所以先把那個 image把它讀進來 用readjpeg 這個 這個函數把它讀進來 這個函數當然前面就學過了 這樣可以嗎 好 讀進來之後 這個image我就把它 它就叫image 等一下我要用的時候 我就把image照出來 這樣可以 好 接下來第二個 mytable 這是reactiveValue table 所以這是一個暫存的空物件 對不對 這個東西顯然就是等一下 有拉框的時候我要記錄的地方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接下來 好 plot這裡 來 首先 image 先把image給抓進來 暫存image給抓進來 抓進來了以後 如果這個filename是存在的話 假設是有這個filename的話 就是那個檔名 那個檔名 讀進來的時候 那個名字 我就找一下 在這個 mytable裡面的table 就是mytable裡面的table 對不對 這個東西裡面 有沒有imageID等於等於filename的 這樣等一下 我多傳幾張照片的時候 他才不會弄混 然後我們把這個boxinfo 這個boxinfo 顯然就是一個subboxinfo 對不對 subboxinfo 有時候是有東西的 當他有東西就有東西 他有時候沒有東西 然後就把showimage 把image跟boxinfo一起顯示出來 這樣子 當mytable裡面有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顯示出相對應的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當然你們現在不懂 這個showimage這個函數有多麼神奇 因為這是我寫的 好不好 那沒有關係 這不重要 你們只要知道 你們就把它當作一個套件的函數就好了 好 接著 observer event 當我們出現double click的時候 就去看一下他有沒有brush 有的話 有brush的話 我就 產生一個newtable 這個newtable裡面有 object name 然後跟 left right button top 這個就分別對應到 xmin xmax ymax ymin 對不對 然後他的probability 1 這個probability 這個你們先不用管 這個所有輸出都是1 這個是 之後 如果說AI在預測的時候 假設你要用AI來預測的時候 AI不會百分之百肯定這邊有 對不對 所以他就會給出個機率 所以這個你先不用管 好 接著這個imageid 就等於input的file name 所以說等一下之後我們才可以用這一行來選 這樣懂嗎 這樣我們才會留下information 好 然後這個table 就跟原來的mytable裡面的table 做一個rbinder 然後成為新的mytable 所以當你double click之後 這個東西就更新了 對不對 然後他只會加不會減 對不對 因為double click只給我rbinder的選項 他並沒有delete掉的選項 可以嗎 那我要怎麼delete掉 來 我再設計一個delete的event 這個delete的event 當我 按下delete之後 就是按下delete這個按鍵之後 我就去看一下 有沒有table被我select到的raw 有的話 我就把這個用負號把它去掉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產生了一個新的table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的mytable勒 我的mytable很簡單嘛 就是把 我的我的table 那個datatable output很簡單 就把mytable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直接return出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再來 download的按鍵呢 就是把mytable讀進來 然後把mytable寫出去 這樣可以吧 好 這邊的細節啊 回家可以再仔細的就是研究研究 然後試著稍微做一些修正 舉例來說 你可以把person多改幾個 多改幾個選項啊 之類 這樣大概懂的意思嗎 那你就是套上person的標籤 對 person標籤在這裡啊 UI這裡啊 這裡 現在是不是只有一個選項 那在server端 它是不是連到這裡 這樣大概懂意思嗎 好 這個 這個你可以稍微做一些修正啦 好不好 這個練習衣如果說其實 我從來就不期待你們練習衣寫出來 好不好 這個單純的只是告訴你說 可以做好這件事 很屌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節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三個小節啊 好不好 這個 基本上原則上都寫不出來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用覺得太難過 這是最後一節課了 我只是想告訴你們說 他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們覺得 就是你們學長寫出這個 龍與地下城 不要覺得太神奇 對不對 真的是寫得出來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在前面的課程中啊 我們已經發現了 Google是很強大的東西 對不對 抄別人的程式碼 這個 真的是很方便 就是我們在寫程式的人 常常有一句話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台汽車的話 你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啊 這樣懂意思嗎 就來說我現在想要做一個基偶數判斷 如果人家有寫好的函數就用嘛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 什麼-1的I次方這種方式咧 對不對 不是做不到啊 就好像我剛剛給你 你修image那個函數對不對 明明它功能就很強大啊 你有必要自己再寫嗎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所以說啊 讓我們學習一下 怎麼來抄別人的程式碼 那首先 ShinyAPP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它有一個關鍵 它不能夠使用帳號密碼保護 你剛剛是不是網頁點進去 它就可以直接開始用了 那如果我想要做一些付費機制咧 比如說要有帳號密碼才能進來 對不對 或者不要講付費嘛 就是保護我的東西嘛 對不對 啊不然人家的網址就進得來喔 對不對 欸那我要怎麼樣使用 帳號密碼保護咧 好 來 Google ShiningPassword Input 然後在這裡 你就可以找到這一篇了 找到這一篇了 找到這一篇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咧 來做法 非常的簡單 就是 Just do it 好不好 複製貼上 好 那我們就複製貼上了 好不好 我們就複製這一串 好 注意喔 這一串直接貼在下面的喔 為什麼 因為首先它先定義一個UI1 它再定義了一個UI2 然後再定義一個UI 再定義一個Server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沒有學過的好不好 然後直接在這裡runAPP 我們直接按下Enter 喔出現了帳號密碼對不對 然後神奇的是什麼咧 帳號密碼是多少 我不知道啊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喔帳號密碼 testtest ttt ttt 這樣子按login它不理我 test test 它login 它是不是就理我了 我是不是進來一個新的畫面 我再重整一次 它是不是又回到這個畫面了 如果打test ttt 喔不會有反應 你這樣可以嗎 test 這樣才進得來 喔所以它是不是可以做到雙畫面的切換 這下神奇了吧 我們從來沒有教過雙畫面怎麼切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做到的好不好 好 那其實啊 我們要把它拆解一下 像剛剛那個程式碼 不容易 不容易看出來 呃 其實它有兩個UI介面 我們首先啊 我們現在 在我們的這個 買APP裡面 我們再開一個file 叫global 現在這個global是空的 好不好 然後這個global 這個global可以放任何 就是在載入UI跟server之前 先要預先載入的東西 所以之前我們常常有一些什麼 找植樹的函數啊 找 費波納西數列的函數啊 它其實完全可以直接先丟在global裡面 這樣子 UI跟server這兩個檔 會比較乾淨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global global這個file 我們先把它複製貼上 這個file裡面有什麼 首先 有一個 myusername 跟mypassword 對不對 然後接著 這邊有一個ui1 跟一個ui2 這個ui1 顯然 這個地方我們不懂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 就是有一個 反正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ui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用taglist把它弄開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為什麼要用taglist 好 然後 這個ui2 反正就是又有一個新的ui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兩個ui 我們要怎麼切換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ui 這個ui啊 一點都不特別 這個ui就是告訴我 just do it 這樣子 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這個ui的切換 顯然是在server端完成的 對不對 就從ui1到ui2 這個ui切換是在server端完成的 完成的事件呢 輸入正確的帳號密碼 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server端 所以這個server端比較複雜 好 這個server端就是 來 server端進來以後 來user等於log log 這個log 它default是什麼值呢 是 force 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它是force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接著 如果username是force的話 接著 有人去按下login login就是那個action button 對不對 有人按下login的話 就isolate出來 isolate出來 當下輸入的username 跟當下輸入的password 然後如果 username跟password 他 因為到時候你可能會有很多組 username跟password 他的位置剛好都在同樣的地方 舉例說 第一個 他輸入的username跟password 都在列表裡面的第一個 那他就輸入正確了 對不對 那他輸入正確的話 這兩個數字是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當這兩個lens都大於0的時候 就代表有這個帳號 有這個密碼 對不對 並且 這兩個完全相等 我就把user裡面的login 改成true 這樣可以嗎 它本來都是force喔 它本來是force喔 我就當滿足這些條件之後 我就把它改true 好那接著還有下一個observer 如果login 是force的話 我就使用 ui1 我就使用ui1 如果 login 是true的話 我就使用 我就使用ui2 ui2 用的是什麼函數 這個 navbar page 對不對 這個navbar page 這個ui2 其實就是 我們在navbar page裡面的參數 就來說這裡有個tappanel test1 我這邊馬上可以加一個p h 然後接著我再給它 外面再加一個tappanel 然後我們叫它test2 test3好了 然後我們再給個p 好1 2 3 好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一樣test進來 來 這邊是不是出現兩個分頁 這裡是不是有文字 既然有文字 你就知道它可以繼續往下加 控制bar 對不對 也可以加plot output 這裡是不是有個test3 1 2 3 這樣可以嗎 這樣知道這個怎麼用了吧 那當然啊 前面的部分比較不需要改 因為前面的部分就是一個 login的這個 login的這個interface 對不對 那 所以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這件事情好不好 來 練習題 練習題還沒出來 好 我們在第二個頁面上增加一些東西 就是 我 這個就是我剛剛示範的東西 好不好 就是我在第二個頁面加一些 這個 就是加一些sliderbar 加一些plot output 那在這個 在這裡你當然就要有相對應的plot output 這樣可以嗎 注意喔 因為你要第二個事件之後 你要滿足這個 log等於true的時候 你才要做這件事 所以請你放在這個大括號裡面 這樣知道嗎 因為你要 你這是第二個界面的事嘛 所以第二個界面的事要放在第二個界面裡面喔 就是在 login等於true的時候才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是複製貼上一下看一下 在server端 不過這個東西做的跟我剛剛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好不好 好 一樣test進來 test進來 好現在是不是有這個 這是我們第一節課 這是我們第一節課 所交到的這個最基礎版的APP 好 那所以說你現在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如果我要把一個最基本的APP 加到我的這個 這個有帳號密碼輸入裡面 其實我就只要在這裡繼續往下加 然後這裡就可以加 控制bar跟我的output 然後在這裡 在server端 我就把它寫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來 請你在剛剛的標註系統上增加帳號密碼 剛剛的標註系統就是那個 就是這個練習的答案 對不對 練習的答案 你可能會覺得很複雜 但是 這是不是就是它的參數 它UI端的參數就是這些 對不對 啊這server端的參數在哪裡 是不是就是這些 其實這一題不難啦 好不好 這一題 我期望你們做得出來 就是 把這兩個APP合在一起 讓它先輸入帳號密碼 再去標註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們試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貼啦 好不好 我們首先我們先確定一件事 我們對當前的介面是很滿意的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接著我要 接著我要先改UI嘛 那我需要改 我需要改UI 我需要在Global這裡改UI 主要是這裡我要改掉對不對 這裡我要改掉 啊這裡我怎麼改掉 我剛剛前面這裡不是有練習衣嗎 練習衣 那我要從哪裡開始貼 注意喔 這一個是不是那個page 這個我不要啊 我再貼一個page幹什麼 我要貼的是裡面的參數對不對 從這裡貼到這裡 看到了嗎 從這裡貼到這裡喔 來 我把這裡換掉 好當我換掉那一瞬間 我先按下run感覺一下好不好 好 Test Test 欸 是不是 有模一樣了 當然現在我裡面還沒有設計啊 對不對 就裡面的事件我還沒設計 好我把它關掉 好接著在server端這裡 好首先showimage這個函數 鐵鏡是要貼的嘛對不對 這個showimage這個函數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它可以貼在global對不對 它貼在這裡啊 就是它預先載入就好啦 它不用貼在server端 好可是這樣貼完之後不會有效果啊 重點是什麼 我們的event 是不是從這裡開始到這裡 這些都是我們的event 注意喔 最外面這圈不要貼喔 最外面這圈是 我要做server的時候 我就要有這個啊 重點是我裡面的事件 我裡面的事件都設計在一個 不同的module裡面對不對 好 我把這些module直接 直接喔 真的是直接喔 到server端 然後我們本來是 本來是displot嘛對不對 我直接把它貼過來 好 儲存 按run 好就這樣結束了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是接到server端 為什麼 因為它在做 我當然知道你們看不出來貼哪裡啊 但是你們要學習啊 來 log等於處之後我不是才做第二個UI嗎 呈現第二個UI之後 我的這些第二個UI的module 要放在第二個UI裡面啊 要放在這個大括號裡面啊 好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好不好 來 是不是所有的功能都有 拉框 雙擊 拉框 雙擊 拉框 雙擊 delete 全部都有 這樣懂了嗎 其實可以 其實它沒有那麼難嘛對不對 看過一次示範之後就覺得沒有那麼難了 好啦恭喜你們 等一下不會有練習題了 但是等一下 等一下會 等一下會 等一下我們 等一下我們會 我們上課上了那麼多對不對 在你們 寫出自己的作業之前 你們不見得想寫作業我知道啦 哈哈 你們可以 但是今天下課前 你至少你要選一個你喜歡的APP 你可以選任何一節課的答案都沒關係 任何一節小節的答案 然後我們要把它上傳到你的網站上面 我們申請一個你個人的網站 雖然 一個月只能用25個小時 不過 炫耀應該夠了 這樣可以嗎 好 可是我們還有第三個要 在我們上傳到網站之前還有第三個要做 就是 欸 我們要把這個 我們的那個 真男朋友 對不對 真女 就是女生真男友的那個 那個爬蟲把它寫進來啦 好不好 還記不記得 上次 這個爬蟲就是 這樣貼上來的嘛 好不好 我就不貼了 好不好 這個 這個沒有必要 這個我們已經學會了 好不好 你複製貼上 就會產生這個table了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來看我們的成品好不好 來 貼UI 好 貼完UI囉 這個global可以刪掉了 global什麼東西 全部delete掉 然後server端 來看著server端喔 我們就這樣子 好這個server端其實也是蠻清楚的 就是 發生submit這個事件之後 UI就是只有submit跟view嘛 對不對 那發生submit這個事件之後 我就開始去搜尋文章啊 然後因為 為什麼我不可以把函數寫在外面 因為我在裡面我要用withprogress 對不對 然後接著回圈一行一行做 接著截取文章資訊中 然後接著把mytable匯出 把mytable匯出之後 這個mytable是不是就是一個暫存檔 直接把mytable 弄出來 然後把它result 把它用這個datatable 把它弄出去 好我們來 按下run 感覺一下 按我開始找 是不是尋找文章中 好我們讓他找一下好不好 這已經跑完了 不過這個結果老實講 就是符合預期嘛對不對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地方 好那現在我們是不是把所有 就是至少在今天 對不對 這個最近的十篇真男朋友文 這個他在什麼時候發 欸這個是最近的欸 這一篇是最近的 你們有興趣嗎 沒有 這個是要吃港式茶餐廳的 好沒關係啦 算了這個 這個不重要 欸可是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很不方便啊 欸這個 這一個創網址我又不能直接點 對不對 我有沒有辦法把這創網址改成可以直接點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可以的喔 來 這個 在這裡 就在這裡 就是改這裡而已 我們把它的 這個 UIL 把它改成叫 這個 把它貼起來 把它貼起來之後 然後我們要給這個 我們要給它這個 欸不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A HERF 這個東西就是HTML的超連結 超連結語法 這樣懂意思了嗎 然後這個超連結語法啊 它在www.pt.c之後 在後面這裡接的就是它的這個 它的這一串 然後啊 使用者看到文字是什麼呢 使用者看到文字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只要改這行就可以了喔 加這一行而已喔 就在這裡 就加這一行 然後 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今天的小節啦 好不好 來 這個 我們今天啊 結束了 我們在學習快樂結束了 對不對 然後我們 我想應該學到了很多東西啦 對不對 第一個是程式語言邏輯 對不對 第二個是最重要的是我們 我們可以寫出一個APP了 對不對 寫出一個網頁 寫出一個互動式的網頁 好 那這個 呃 我們現在最後剩下的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現在寫出的網頁只能夠 很蠢的就是 我打開R源 然後準備一個UI 準備一個Server 然後按下Run 那這個 這個樣子 正常使用者不會用啊 理想狀況應該是我給人家一個網址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可以上去用我的了嘛 我還可以設置帳戶密碼保護 對不對 欸不喜歡都還不給他用 好 那所以說我們要怎麼做咧 好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是托管到 Shining的官方網站上 就是 但是 當然你就有限制啊 免費帳戶 一個月只能用25個小時 並且你只能上傳5個 那你也可以自己加一台Server 但他門檻比較高 對不對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 初學者 我們就能夠上傳上去 我們就 這個好棒棒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怎麼做好不好 來 這個要一步一步做喔 好首先 你先到 這個網站上去申請一個帳號 原則上你可以是用你的Gmail登錄啦 好不好 就是他就會 你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然後啊 你需要先安裝這兩個套件 其實這裡先不要看好了 因為有時候 因為你到這裡 他這裡其實會有教學 我們學校的網路怎麼這個樣子啊 等他一下好了 出來了 你可以直接用Google登錄進去 我就試著用Google好了 可是 我在想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已經申請過了這樣子 哇我已經有了欸 那 你們 願不願意某個人貢獻給我 你們的Google帳號 可以喔 那 來 你們來打 都可以都可以 誰都可以 因為這樣你才能走一次那個 就是 從頭到尾申請的流程 好來 好你現在登進去了以後 來第一步 先決定你的 來來過來過來過來 先決定的網址 先決定的網址 來 打 王址是什麼 你可以打的名字啊 不是你可以打的名字 以後你的網址 以後你的網址就是 HTTPS 冒號斜陷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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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隨便你打什麼都可以 點Shiningapps.io 不要跟其他有重複 不要跟重複就可以了 不要跟重複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 幹嘛8787 你是 你是 北七嗎 快要打走 那就聽過就好啦 Save 好現在以後這個就是你的網址了 好來 然後看著喔 你要不要先到那一步 我先給你們 先讓你們到那一步好不好 好接著 基本上這裡就有完整的教學了啦 你就是 一步一步複製下來就對了 來首先先 Install 好但這個套件我早就Install過了 所以我就Install了好不好 接著下一步 在這裡 你直接複製這裡是沒有用的 你要這裡 你要Show Secret 欸我這樣我就把你的密碼公佈了欸 好啦複製 好我們趕快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好像沒有用 其實這個沒差啦 這個 人家知道的就只是幫你上傳APP而已 這樣你知道嗎 你還是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來 所以在這裡 來 重點在這裡 這裡你就要複製 欸我剛剛沒有 Copy 好Ctrl C確定 然後到這裡來 複製貼上 Enter 好這樣子 你的RStudio就知道 你現在在跟哪一個帳號連線了 這樣知道了嗎 錯誤 Out of that 所以我要重新安裝喔 所以我要重新安裝喔 呃 我覺得有點麻煩欸 不然就你們來用好了 我實在不太想要重新安裝 反正就是 Step 1 Step 2 Step 3 然後Step 3完了以後 Step 3 Step 3不用做 Step 1 Step 2完了以後 你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這邊按RunApp這裡 Step 1 Step 2 做完了之後 你的帳號就已經跟RStudio做連結了 你只要在你的UI跟Server這裡 它有一個這個按鍵 你按下去 這裡有個叫 這裡 你就可以選擇你的帳號 然後這裡選擇你的App名字 你就可以按Publish了 然後把你要Publish的語法 比如說UI Server Global 全部都Publish上去 它就會給你一個新網址了這樣子 好 你試一下好不好 試一下 我沒有把東西給你們對不對 好 沒關係 反正就是 你按Publish之後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讓你們各上傳一個 就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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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